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台绘图机 一共使用了3088片积木零件 那么你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吗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它的效果 打开APP 随便画一个 点击确认 然后绘图机就开始工作啦 所以和乐高打字机不同 这台绘图机是真的可以把我们手机上编辑的 各种各样的图形或者文字画出来的 同时在尺寸方面也要比乐高打字机大了一圈 重量则是达到了2.7公斤 这款套装是来自宇星魔王的百变创意系列 同时也是采用的全国产高砖零件 不同于常见的国产科技组套装 这款宇星13181使用了三枚全新的霍尔电机 以及一枚配套的主控 在电机尺寸方面 这款霍尔电机比常见的L电机要长了一个乐高单位 在安装孔位的配置上和L电机是一样的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霍尔电机可以实时监测输出轴的旋转圈数或者说角度 以及接收并执行主控发过来的旋转圈数指令 也因此我们看到它的接头和常见的4Pin的PF电机并不相同 而是采用的6Pin的接头 视频最后我们会对这套系统进行更全面的测试 这里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套霍尔主控和电机的功能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具体应用于绘图机的工作原理 整个绘图机有5个模块组成 分别是握笔模块 控制握笔模块在XYZ三个轴向上运动的三个驱动模块 以及放置A4指的绘图区 三枚霍尔电机分别为XYZ三个轴向上的运动提供动力 由于主控可以精准地控制电机的旋转圈数和角度 因此当APP将具体的图形转换成三个轴向上的具体旋转命令 并发送给主控以后 主控则按照指令驱动电机执行相应的动作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不过整个装置的最终运行还需要这些机械传动装置的配合 先看X轴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横向的导轨 握笔模块内置一枚被固定住的24持齿轮 因此整个模块可以在链条的驱动下 在导轨上来回移动 而链条动力则来自于两端的各一枚24持齿轮 再往前溯源 可以看到这里的一组24比8的齿轮组 其中24持齿轮为离合齿轮 可以避免因达到极限位置 或其他异常卡顿等问题 给整个传动系统带来的风险 而这枚8持齿轮也不算常见 但却非常关键 它使用的是11955可滑动8持齿轮 因此它可以实现整个横向导轨 在左右两侧的纵向导轨上顺畅的移动 并始终保有动力连接的效果 继续向前溯源 经过一组20比12 两组12比12 就到达了这枚霍尔电机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横向导轨中 上下各藏了一根超长的碳纤维十字轴 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 因握笔模块重力所导致的导轨下垂问题 接下来看一下外轴 也就是左右各一组纵向的导轨 每组导轨包括两根十字轴 以及底部的窝杆与尺条结构 当窝杆旋转 窝杆和与之镍合的尺条之间 则会发生相对的位移 而尺条是固定的 所以窝杆则会带动整个横向导轨 发生纵向移动 向前溯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组 36比20的齿轮组 进一步向前 经过一组20比12 一组16比16 一组12比12 就到达了这枚霍尔电机A 值得注意的是 在左右两侧导轨中的 其中各一根十字轴 同样也是使用的碳纤维十字轴 最后来看Z轴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 只需要控制提笔和落笔就可以了 设计师在这里 设计的是一个 类似于秃轮的结构 当后方的十字轴旋转 则驱动完成提笔和落笔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 前面这里的一枚 以及后面这里的三枚 共四枚腕像节 可以保证 无论卧比模块处于X轴的哪个位置 整个Z轴都不会失去动力 以及还包括 同样是11955 这枚可滑动八尺齿轮的应用 可以保证无论处于外轴的哪个位置 Z轴也不会失去动力 向前溯源 齿轮比分别是 24比8 8比24 20比12 20比12 然后到达这枚霍尔电机C 好了 那么搞清楚它的全部工作原理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的测试一下 APP提供了画画模式 写字模式 以及手动模式 共三种不同的模式 刚开始使用呢 需要校准一下坐标轴圆点 在画画模式下 可能是担心玩家画得太丑 所以APP里面也提供了一些内置的图片 比如画一只小狗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发挥 嗯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在写字模式下 点填字格 然后在里面写字就可以了 本来以为作为一个积木玩具会图计的配套APP 能够实现一些基本的配套功能就可以了 但是整体测试下来的感觉 比之前预期的确实要好很多 操作也很方便 比如已经画好的画甚至还可以保存 以及这个设置界面里面 甚至还有偏移调节和坐标轴校准的功能 不过虽然套装中给大家配了一支铅笔 但如果使用这种笔件比较硬的笔的话 那么因为画画的台面可能会有轻微的不平整 所以有些线条可能画出来会比较细 或者干脆就画不出来 所以在这里也是建议使用水彩笔 好啦做完了测试 回到具体这款套装 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下拼搭过程 这款套装的拼搭用了大概8个小时 在拼搭体验方面 除了平均每步的零件数会感觉稍微多了一点 以及比如绘图巨模块存在一些重复拼搭步骤 还有325步这根5单位十字轴是没有固定的 那整个拼搭过程其他地方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不过建议最好是把这张修正页提前夹在手册对应的步骤里 免得拼的时候忘记了 另外290步 378步 382步 这几个地方需要注意这个8持齿轮 不要用错了 好啦 那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雨昕这枚全新的霍尔L电机 在使用配套主控的情况下 经过测试 空转转速最高是463转每分钟 测试电压为8.11V 空转电流为0.124A 堵转扭曲的测试情况比较特殊 测试结果在12.8-43.6厘米之间分布 堵转电流在1.8A左右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来看一下包装 虽然是3000多零件数的套装 但彩盒确实非常的紧凑 整体采用了黑色的底色 彩盒背面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的尺寸以及一些设计细节 打开彩盒 可以看到里面真的是满满当当 3088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31个零件分包 包括两个PE字封袋零件包 一共是6个大不种 拼搭手册装在透明袋子里 一共有384部 附均8个零件 手册开篇对拼搭前的测试做了一定的介绍 图示说明也是非常细致的 好啦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